七十八 成報 可以筆在監察下複製資料筆馬威無解釋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1本部特訊 今次傳媒機構被人闖入試意內容資料 傳媒界大感震驚 兩名Sappointic海兒男子增聲聽來自筆馬威 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8010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道艾迪和王詠詩在聲明中表示 關於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室涉嫌被盜視和耐用電腦硬盤的指控毫無根據 並指臨時清盤人及獲貪援授權人士都在成報辦公室內 作為其職責一部分 臨時清盤人需保管及複製該公司和其附屬公司的信息 包括電子紀錄 不過 聲明未有解釋為何兩人未經指公司 成報同意及受監察下複製資料 以示鬼鬼碎碎地在心銷盜取電腦資料 甚至打開電腦主機外殼拆走硬碟 成報董事局主席谷卓東從謝向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8010 令臨時清盤人提出主資重組成報的建議書 定明今日22日 下午午時為對方答覆的期限 若在期限前仍未答覆是否接納 便會入稟法院要求撤換臨時清盤人 限期前資料失洩局卓寧 天透露 攝氏電腦內部分資料更被發現失去 如一些財物障策等 並包括一些原本會交給不馬威的資料 但資料失失 如今與不馬威的溝通 很多工作也難以進行 而他對事件亦直言感到不解 他又說 不知為何有人要在未經成報管理層同意及監察下於深宵人證時偷偷盜取電腦資料